全球市人抢的时间又到了 一起来看到的是巴西 因为巴西最近位于东北部的巴伊亚州 遭遇到了大雨袭击 所以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洪灾 而且可以说是史上最严重的洪灾 到目前为止 巴伊亚州一共有116个城市 一共有超过了47万人受灾 至少20人死亡 房屋 道路 全部都被洪水摧毁 现在听断灾民们对于当时 事发当时的这个描述 好 遇上这么严重的洪灾 宣布一些援助的措施 但是巴西的总统波索纳洛 根据巴西媒体还有CNN 在巴西的频道报道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他竟然他人在巴西南部地区 巴西的海军基地度假 和他的子女一起骑水上摩托车 一起钓鱼 这画面也曝光了 所以引发了批评 那么波索纳洛持续沉默了两天之后 他最后只有在网络上头发文说 政府已经在采取措施了 要疏通道路 分发食物来援助灾民 也会提前发放这个劳工的攻击金 而另外今天巴西政府 也会拨款大约两 这个巴西币两亿元 大约是台币9.9亿 要用于重建各州 遭受到破坏的这个道路 而另外一个意外现场 要来看到的是美国加州 今天发生了一起小飞机失势的意外 这一架飞机坠毁的地点 是一个住宅区 所以也吓坏了所有的警销人员 机上四个人全数罹难了 索性地面上无人受伤 透过这个画面可以看见 这个飞机残骸散落一地 而且这个烟相当的大 民宅 电线改全部都受损了 那么附近大约也因此有 350户左右的人家停电 好空难发生在这个当地时间27号的 晚间7点多左右 这是一架这个Learjet 35A的喷射机 从加州Orange County的机场起飞 原定是要飞往这个圣地雅各 以东的一个地方叫做El Cajon 结果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就不幸的失势坠毁了 至于这个失势原因 当局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不过是有目击者透露说 飞机在失事之前 他们就已经听到 在家里就听到这个飞机的声音 特别靠近 特别大声 他们还心想说 感觉上这个飞机好像快要撞上 我们上方的电线了 接着就看到了很亮 橘色 蓝色的光 甚至还看到电流 飞机坠落之后 大家立刻往外冲去看 就发现就是现场 已经发生了不幸的悲剧 有大量的浓烟 还有大量的火事 好 另外一个焦点要来看到的是 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 仍旧是相当的紧绷 也是美俄之间的烫手山芋 那么最新的消息是 美国跟俄罗斯将会在1月10号 要到日内瓦来举行一场会谈 俄罗斯的外交部就形容说 这将是美俄双边协商最重要的一天 CNN也指出这场会谈 拜登跟普丁预计是不会碰到面的 双方应该是会推派外交代表 那么有记者就访问拜登 到底和普丁两个人会不会碰面呢 拜登的回答是再看看吧 那么另外CNN就分析说 这一次美俄会谈之后 有消息指出在1月12号 俄罗斯就会和北约来谈判 那么这是普丁的谈判策略 因为俄罗斯知道 美国在北约组织的影响力 所以如果美国这一方谈成的话 基本上北约就会跟进转向 另外要来关心到的是中东国家叙利亚 在当地时间的28号凌晨 遭到了以色列从地中海的方向 发射了树莓的飞弹空袭 叙利亚的最大港 拉塔基亚港货柜区就发生了多起的爆炸 造成重大损失 透过画面也可以看到 在暗夜里头港口已经陷入了一大片的火海 火事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路透社就报道说有引述了匿名的军方人员指出 以色列军方在当地时间28号的凌晨 对叙利亚的港口发射了树莓飞弹 而且特别对准港内的货柜区 所以叙利亚就谴责以色列的行动 是一个侵略行为 而且造成了庞大损失 那么这也已经是以色列在这个月里头 第二度空袭这个港口了 报道指出空袭行动很有可能是为了摧毁 这个港内运输到伊朗相关进口的产品 以及武器而来 那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 要把时间交还给小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